这是什么比赛,韩国选手居然在场边呕吐起来 这比赛强度得有多大啊 你瞧瞧韩国教练这小表情,真是意味深长 这又是什么比赛,让33岁的铃铛 全场罕见疯狂扣杀,恨不得吃了对手 这是2016年汤姆斯杯八强战,中航上演巅峰对决 此一位韩国队出场的是李东根,而他的对手正是林丹 在比赛中,林丹利用超强的控球频频细耍对方 甚至一度把李东根给打兔了,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这一位韩国队出场的是李东根,这一位韩国队出场是李东根,这一位韩国队出场的 这一位韩国队出场的是李东根,这一位韩国队出场的 铃铛进入状态非常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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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季党网实在太潇洒了,李东根追不上了 10分钟 女校第一 又来自拍 文艺舌头 加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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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 李东根几乎盲场都在飞奔防守 像这种杀球的机会真是少之又少 三十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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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 要知道这场比赛前 中国队已经0比2落后韩国了 可见铃铛的压力有多么大 但从首局来看 超级单却打得非常放松 得心应手 随着李东根批杀下网 铃铛先声夺人 第二局一上来 铃铛便是暴力二连击 头顶进飞区 不是开玩笑的 铃铛便是暴力二连击 这个牧场 pat划 很险碾 铃铛便是暴力二连击 铃铛便是暴力二连击 铃铛便是暴力三连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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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续的跳杀 林刚突然的提速 李东根有点懵了 这个回合把铃铛超强的控球技术 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东根已经累得无吸了 李东根有点连续的跳杀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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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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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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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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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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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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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终林丹顺利赢下了比赛 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层 赛后连央视解说都为林丹的网美发挥感到惊讶 表示好久没看到超级丹全场这么积极主动杀球了 真的是为了提升士气拼了 其实在林丹心目中团体赛一直都是最重要的 甚至超过了奥运会 或许这就是集体荣誉港吧